無色覺醒 超越藍綠白 人民要過好日子 萬一有一天兩岸真的開打的話 那這一回要怎麼籌我們的軍費呢 財政部長現在有給出一個解方 好 來看到我們的財政部長莊翠雲 他就說了 央行 金管會以及財政部 去年都有做過這樣的金融兵推 所以兩岸如果真的打起仗的話 那財政部為了要籌措戰備資金 是可以考量增加稅費 但是呢必須要先立法 所以這個是政府他們給出的一個解方 商總主席賴正寅他就說了 政府在執行加稅以及加費的時候 必須要有兩大考量 那第一個考量就是你拿捏必須要適當 如果你加稅加過多的話 那對戰爭帶來的脆弱經濟 恐怕就會是雪上加霜 那第二個就是台灣外貿停頓 那加稅恐怕就會變成至愛難行 所以他也提出了一個解方 他說台灣反正這幾年 我們的稅收都是超徵的嘛 所以不妨就可以把這些超徵的稅收 當成我們的戰備存量的一個概念 不要輕易拿來還債喔 甚至呢發放五倍券這樣子還稅於民 他說稅收超徵是目前政府可以運用的最好工具 另外有不願具名的這個工商團體大佬 他就說其實現在政府施政的方向是完全錯誤的 這個重點都劃錯 他說金融兵推當然這個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嘛 也是蠻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跟對岸要建立一個溝通的橋樑 因為兩岸關係搞好的話 那當然就不會有戰爭啦 所以避免戰爭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當然就是要兩岸和平 那海基會的董事長李大維 他就說現在兩岸這樣的雙邊關係 其實是牽涉到整個世界了喔 不是只有大陸跟台灣喔 他說北京也不願意看到台灣零邦交 那準總統賴清德不是一張白紙 會以非常審慎的路線 來處理兩岸以及外交的事務 那我們也來看到政大的金融系教授英乃平 他就說了戰爭呢 如果僅限於攻擊我們的外島的話 他說加稅或者是加費還有可能執行 但是如果是一路打到了台灣本島的話 你要臨時加稅 如果平常沒有做任何的準備 那真的爆發戰爭的時候就會有一定的困難 另外中華大學兼任講座教授杜紫誠 他也說如果是遇上了台海危機 台灣外匯存體必須要有效的運用 外匯存體現在有93% 都是放在國外可信任的大型銀行 但是發生戰爭的時候你的通訊一定是脆弱的嘛 政府要如何取信於這些銀行在某種授權之下 使用我們的外匯存體呢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都還是有一些的疑問 那財政部昨天他們就說了嘛 如果兩岸爆發戰爭的話 要考慮要加收這個戰爭稅 那今天國安局長在立院備詢的時候 他也做出了回應 把時間交給制衡 好 主播觀眾趕快來關心兩岸 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是不是會增加戰爭稅呢 這是財政部長莊翠雲 昨天在立院備詢的時候首度透露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話 會增加戰爭稅 來為這個國防的支出呢 增加這個財政援的這個挹注 那麼今天國安局長 蔡明彥呢也來到了立院備詢 被問到了同樣的問題 來聽局長怎麼說 對我想相關的一個討論 都還在研議過程當中 那我們尊重相關夜館單位的意見 好 可以聽到局長透露呢 兩岸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是不排除會增加這個戰爭稅的 不過在野黨呢就呼籲了 如果要增加這個稅收的支出的話 那不如呢就是好好的思考 如何來避戰 那麼另外呢 賴清德政府在520呢即將就職 傳出呢這個國安人士的佈局上面 會菜歸賴水 那麼國安局長蔡明彥會不會續留 來聽局長怎麼說 這問題我想之前也說明過了喔 就因為我是目前政府的成員 那並不適合對於520之後 新總統相關的人事佈局跟安排 做相關的預測或評論 那但520之前 我們會把每天的工作都做好 好 那會這麼問的原因呢 是因為昨天外交部長吳釗憲呢 是首度透露他會思考留任 那麼520後的這個人事佈局呢 也被外界呢持續的高度關注 那麼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請時間盡頭交換給棚內 好 那另外我們也來看到太平島主權的爭議喔 好 蔡英文到底有沒有要登島呢 外交部長吳釗憲他就說了太平島 毋庸置疑一直都是我國主權喔 他說這個是從未改變的 改變的是現在的南海局勢 他說目前南海局勢是非常的緊張 所以不應該讓人認為說 台灣又在這邊製造困難 好 那我們來看到國家政策研究 基金會的副研究員李正修 他說原來啊民進黨你們的捍衛主權 只是在對中國大陸講的 面對其他國家呢 我們台灣就自動矮了半截 他說所以國人呢也不必有過高的期望 因為透明自甘以及誇大自嗨 始終是民進黨他們外交政策的DNA 那蔡英文既然不想管的話 那接下來呢當然就是要看 我們下一位總統賴清德 他要怎麼來處理這一顆燙手山芋了 那如果蔡英文他真的卸任前沒有登島的話 他就會是20年來唯一沒有登上太平島 宣誓主權的元首 那根據呢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 他的一個說法 他說是南海爭議現在越來越兇險 但是蘭英炮轟說這個其實都是藉口 因為總統連宣誓主權的勇氣也都沒有 就怕後面是由美國給的壓力 讓蔡英文不敢出頭 蔡英文將成為中華民國近20年首位 沒登上領土最南端太平島的元首 但總統不去太平島 立委乾脆自己組團敲定五月十六登島考察 以前兩位總統都有去過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緊張的問題 宣示主權自己的國家自己的領土 所以總統不去的話 我們還是會堅持要自己去就對了 然後我們會排 太平島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毫無疑問也毋庸置疑改變的是南海地區的情勢 不是去讓人家認為說我們又是在製造困難 外交部長面有難色強調是因為南海情勢兇險 這個timing不適合 但藍營炮轟既然越危險 不就更應該拿出蓋子捍衛主權嗎 人民也會希望政府要有動作 否則你哪一天被戰的都不知道 被搶的都不知道 根本也沒有什麼 還沒有我們的金門兇險 所以我覺得不要做個鬧總 提醒蔡英文一 菲律賓跟解放軍在爭的人愛交 那也是我們的領土 有種的話就不要去太平島 直接去人愛交 展現一下中華民國的氣魄 五國實際控制太平島已經超過七十年 之前因為菲律賓向國際法庭申請仲裁 太平島被判定為交岩而不是島 等於台灣在太平島 只享有十二里領海權益 喪失了兩百里的經濟海域 有人質疑民間黨政府只敢遠端喊喊話 難道是受到美國的壓力 怕得罪菲律賓嗎 我沒有去問他們也沒有來告訴我 美國人沒有跟我們談到這個議題 先不論太平島在南海的戰略價值 光是底下蘊藏的石油天然氣 恐怕價值就高達一點五兆美元 全球更有六成漁船經過周邊海域 藍營痛病 如此關心國家權益的太平島 三軍統帥難道還在歸縮 記者收看林俊瑩 太平報導 好 那這個針對呢 蔡英文她到底有沒有要登上太平島 國安局長蔡明彥她也表示說 從兩個面向來看目前是不建議的 像太平島問題喔 國安局主要考量的有兩個面向的重點 第一個部分是太平島南海地區的 地緣政治的環境比較複雜 那總統登島的動作 會不會被國際社會解讀成是 激化緊張情勢的一個舉動 那這樣的一個解釋 會不會對於台灣的外交利益 產生一些影響 那這是我們評估的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是 南海地區的軍事化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國際社會也對於南海地區的 自由航行權跟自由飛越權 有非常多的關注 也就是很多的國家的基建 在通過南海的海空域的時候 都有遭到相關國家的干擾 所以我們必須要評估 在1600公里的飛行途中 總統的坐機會不會有相關的 飛航或偽安的問題 這也是國安局必須要評估的 所以假如說這兩個結構性的問題 沒有辦法來解決 那沒有辦法來降低一些 不確定的因素的話 現階段我們不建議總統去太平島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推薦排水 原諒 連驗 厚木 衹留 周磨 心 看看 小小小生